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活中每个人由于见识不同 能力不一 对事情的看法就有所差别 人非圣贤都有犯错误的时候 而指出错误的方式和态度便是情商与修养的体现 理直气和 往往比理直气壮更能赢得人心 希拉里的自传准备出版时 一位知名主持人曾经这样不留情面地说 我打赌 她的书如果卖得好超过一百万本 我就把鞋子吃下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才过几天 希拉里的自传就变成了畅销书 早已超过一百万本的发行量 主持人果然收到了一双鞋子 不过 这双鞋子的味道十分特别 又甜又软 质地不同寻常 因为这是希拉里为她特意定做的 鞋子形状的蛋糕 这个举动既让对方兑现诺言 也给了对方一个台阶下 让无数人感慨希拉里宽容豁达的心怀 生活中 有些人一旦站立 就将小问题无限放大 一副得意洋洋的嘴脸 摆出游离走遍天下的范 但世事变化无常 正如一句古艳语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今天你得理不让人 他日陷入同样的境地时 又如何让人得饶人处且饶人 因此 精神层次越高的人 眼界越高远开阔 越知道得理饶人的道理 吴承恩说 欲方便时行方便 得饶人处且饶人 穆辛说 宽容的夜色遮掩了河水的污浊 古今中外的智者无不告诉我们 除了原则性问题 其余都讲究一个肚子 一个人对待问题的态度 往往能看出他的修养 做事有分寸 懂得适可而止 才是大气之人 中国有句古话说 君子之交淡如水 因为淡 所以不觉得腻 因为懂得把握分寸 所以不会过分亲密 才能长长久久 近来有位读者 说不知道为什么 曾经最好的朋友 现在常常找理由不见他 分析起原因来 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 朋友谈了对象 找他帮忙把把关 一开始有说有笑 提起以前的事来 他便收不住话匣子 别看他现在这么大方 以前害羞得跟安春一样 每次考试他都喜欢 临时抱佛脚 第一分踏过几个线 幸好现在他会化妆了 以前满脸痘痘 都不遮一下 朋友脸上挂不住 气氛变得尴尬起来 最后这顿饭 谁都吃得不愉快 生活中这样的事并不少见 朋友之间因为无心的玩笑 而逐渐疏远 有的人说 不就是开开玩笑吗 但只有被伤害了才知道 这个漫不经心的玩笑 恰恰击中了对方的痛处 和老朋友在一起 我们会习惯地聊起以前的话题 回忆美好时光 但认真想想 回忆过去和接人短处 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都有一段 不愿记起的过去 被人当众揭开伤疤 对任何人来说 都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 有一句话说得好 对方觉得好笑的才叫做玩笑 觉得不好笑的是没礼貌 因为这不仅是揭露了人的隐私 更辜负了对方的信任 当这份信任好光的时候 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 人都想展现自己美好的一面 真正的亲密 不是口无遮拦 而是懂得尊重 换位思考 不是说只考虑别人 而牺牲自己 而是在有选择的情况下 倾向于更善良的做法 有时候看起来 无法理解的问题 换位思考 便能了然于心 并且达到双赢 三国时期的蜀国 自从诸葛亮去世之后 便由蒋婉主持朝政 他的属下 有个叫做杨戏的 性格内向孤僻 不善言语 蒋婉每次和他说话 他都指应不答 杨戏对您太过怠慢了 您为什么还要用他呢 蒋婉坦然一笑 说 人都有各自的秉性 我让他阿谀奉承 违背了他的本心 让他当众说我不好 我又下不来台 他考虑当我 我也理解他 后来杨戏为他出谋划策 解决了不少问题 后人都称赞捡婉 宰相肚里能撑船 每个人都要自尊 每个人都有不得已的苦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或许你不赞同 但可以选择理解 不必让人难堪 真正成熟的人 不会一直盯着别人的短处 实时嘲笑讥讽 正如大树不会嘲笑一棵小草 因为生活环境在场 小草也顽强坚韧 大海不会记恨一条小溪 因为小溪在浅 也能滋润一方田野 太阳不会鄙视夜晚的月亮 因为月亮代替它 在晚上给人们带来柔和的光亮 一个人不再以自我为中心 自然能收获好人缘 承认每个不同的存在 生活处处多姿多彩 学会换位思考 人生便幸福简单 说话的最大智慧 在于充分考虑双方的情绪 将心比心 真正博大的胸怀 是理直契合 人情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而真正的高情商 是懂得尊重 恰到好处 令人如沐春风 好了 亲爱的家耳朵们 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 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听 在这里祝您晚安 我们下期再见